最后是因为你不是在本港的地区 你来在国内或者大陆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去买支付宝 首先你要去到淘宝网 登入了你的淘宝账号之后 然后按账号管理 入到你自己个人账号管理的版面之后 然后选择支付宝绑定设置 当你看到这个版面的时候 再按查询 你会去到支付宝账户 然后在这个位置按冲值 之后你会去到支付宝购物卡这个版面 然后按使用新卡 然后它会弹出一个 使用支付宝购物卡的视窗 然后你输入你在便利店所买的支付宝卡后 和密码 如果成功充值之后 你会出现这个版面 代表已经充值了 充值了之后 你要去到淘宝网 再搜寻恐怖在线 你会看到不同的月费收费计划 选择你适合的重温计划之后 然后按立即购买 看清楚所有账号 和你所选的月费之后 又出现一个点击教研码的版面 然后当你输入教研码之后 再按提交订单 你就会去到一个支付宝的我的收银台 然后选择使用支付宝 之后会出现一个使用支付宝购物卡的视窗 看清楚你所有的支付宝卡总值 然后你就点选确定使用 确定使用之后 它会要你输入多一次支付宝支付密码 这个是支付密码 记住是支付密码 不是你登入密码 当你输入了之后 再按确定付款 成功付款之后会出现这个版面 然后点击这个的icon 最后将你M1pun.com的Facebook名 和电邮 或者你注册M1pun.com的电邮 填在里面 两至三个工作天 这样就可以完成了 这个月是不是真的多些古灵精怪的case 或者走来找你们买一下东西 搞一下东西 是会比较多一点的 是吗 一到七月很多人要去做负战 是的 有很多好心的人去所谓积阴德 去私食 去烧一些东西 给一些所谓的游魂野鬼 因为你知道了 七月就大风全部走出来 对不对 其实在这个时候要小心 哪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小心 例如很多人去街上 当然带着子女 其实在七月这些阴月里面 最好尽量如果有带小朋友去街上 晚上九点前 最好带小朋友回家 九点 为什么会是一个九点的界限 有没有特别原因 其实以前祖师爷有训话过 其实就是因为那些时候 一到那些小朋友 因为其实小朋友 跟阴是很容易接触的 他们有时候会发觉 为什么小朋友会对着一个方向笑 或者会突然间好像很害怕 因为可能他们看到一些你们看不到的东西 是很容易他们很容易接触 所以就比较容易会吓死 当然了 不是说天天没鬼 但当然就没那么厉害了 夜晚过了九点 那些时限 夜晚是比较盛 鬼王你都应该知道 对不对 即是活动能力比较强 没错 如果小朋友在这些时刻 还不回家 就很容易被他们看到 看到一些不是应该见的东西 那不是每个人都很漂亮的 那可能有时候真的会吓死 所以有时候有些惊杀 会吓死 所以有时候有些妈妈说 她又没有带过去哪里 他们想起 原来带到她太晚了 她现在又去带了 也有可能性 有的 是 顺带提一句 我也有时候在一些环节上 也提醒一些家长 就是千万不要带小朋友去烧衣 就是到街上去的烧衣 就真的不要了 是 因为你烧衣 他又来收拾 如果小朋友真的见到 他们真的会害怕 因为我也曾经听过 有些案例就是小朋友问大人 我刚才见到有个婆婆 一会儿又说见到有个伯伯 又说有时候会见到一些小朋友 那你何必要带她去看这些东西呢 是的 那就带人下去就好了 没错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 小朋友不要去夜街 我们都比较容易听得多些 有没有那些可能真的 冷知识更多些呢 我们每一年都有太岁爷 如果犯太岁的人 他们要留意了 也不要烧衣 因为他不是不要烧衣 而是说 尽量早点烧 就不要去那么多夜街了 7月 尽量晚上 9点前就好早点回家了 因为他犯太岁 多多少少 那年的运程都会比较差 虽然说他们去涉太岁 因为有时涉太岁 因为我的指纸店处于这个位置 就非常跟这个去圆圆学院 非常接近的小巴站 其实那些人进来买东西 我看到有时涉太岁就很随便的 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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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醫院探病,盡量不要問喪,亦都不要去墳場 慢著,那些年份跟太歲的又不一樣嗎? 那個是太歲壓制主,是那幾年還更特別 是嗎? 重要性,他的年份衝到正 沒有聽人說過這些?少些人說的? 其實少些人說,因為甚至沒有人留意那一段,那幾個年份都不知道死在做什麼 其實那個叫做太歲壓制主 潘小松,恐怖在線